下方隊員趕到現場 空氣中還瀰漫濃濃的燒焦味 一對母女坐在一樓店門口 身上還有被燻黑的痕跡 臉上表情驚悔未定 兩人嚇到說不出話 因為當時發現失火 農煙已經從窗戶竄出來 而八十歲的媽媽還留在屋內 電眼就在新北市新莊 一處四層樓公寓 一樓是冰樓灘 二十八號傍晚有民眾發現 二樓在冒煙 趕快報案 當時五七歲的潘姓女子 在冰樓灘工作 發現著火的是自己家 媽媽還在房間裡 立刻衝上樓救人 導致自己的頭髮也被燒到 最後是消防隊員 將她的媽媽順利救出 只是她臉上也造成二度燒燙傷 當時消防隊貨報到場 事先將前方的路段 暫時性封閉 員警也在旁邊幫忙疏導交通 最後是花了三十分鐘 將火勢撲滅 幸好是沒有波及到其他住戶 由於起火地點在二樓臥室 當時只有八十歲的婦人 在裡面有沒有可能是天氣冷 電器使用不當造成火警 火吊科還要釐清 舊母親切 婦人跑回起火住處 反而讓自己和母親 身陷危險當中 警校提醒火場瞬息萬變 千萬別往裡面跑 TBS新聞陳如環環境分新北市報導